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来到智库点评的环节 今天请来银河正圈业务发展董事罗尚佩 早上 耀尖 是 早上 今个星期就会公布澳门四月份的赌收数据 再加上五一黄金周的因素 你会如何预测澳门博彩股的表现 是否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黄金周其实A股可以在炒的 上个星期的旅游股 餐饮股都在炒的 但是香港就比较静一点 当然港股来说 黄金周的概念是没有A股那么丰富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今年的黄金周是OK的话 其实过了几年也是 澳门股反而是最受惠 这件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3月4月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全面转好 大家都预期经济好之后 那些人在澳门玩也会比较疏爽一些 所以4月份的博彩收益 我想未止太差 符合市场预期的 最大的憧憬就是黄金周的时候 确实对博彩收益 看看有没有一个高一点的增长 所以银鱼的话 其实上个礼拜应该买的了 58元 但是今天市场上升也要追 60元之间这些位置 看回黄金周之后的目标 就是62元 其实看到今天一众的澳门博彩股 都预早是炒上的 那为什么你会选一个银鱼 可能未必考虑其他的澳门博彩股呢 永利都可以的 但是永利就比较失重在贵奔厅那里 黄金周始终都是一些长假期 所以在大厅那方面 我希望它会比较受惠一点 所以如果你看黄金周 都是一些大款客去澳门玩的 那是永利 但是如果我这样看 就是说家庭落为主的话 那银鱼就会比较好些 还有银鱼那个 就是不要只是看一个赌博 就是整个旅游或者餐饮来说 也都是做得比较人性化一点 那对于一些家庭落来说 就会比较受欢迎 那如果投资者要部署银鱼的话 买入价、目标价和止涉价应该怎么部署 今天就夹了上去 那58元追不到的话 就没办法 那我觉得这两天都未必会跌回 那8元的位置给你买 那所以就在60元那里追 那短线目标就是62元 那如果你说配合到 今天出的国产数据是叫理想的 或者现在两天出的数据是理想的 那才再看65元的可能性 那暂时都是看着62元 是比较短小小的一个选择 好 银河娱乐正在做60元零五仙 升近1.1毫升幅是接近2% 再问Eugen有没有拿着刚才所说的股份 没有的 好 谢谢Eugen今天这么详细的分析 最后提醒大家 刚才嘉宾所说的只是她的个人意见 并不够成任何投资建议或者推介 在做任何投资之前都应该留意相关风险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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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